中文字幕——YK 此外,最令人印象深刻的,就是姚明是当时NBA球队中罕见的座位中锋,执行技术犯规法球的球员。 很多球迷感叹,如果姚明生在当下这个小球时代,也不必为了对抗那些内线之兽去尊重了,也许他的职业生涯能延长好多年,也不会在31岁的运动员黄金年华就早早退役,时光荏苒。 如今,距离姚明退役已经过去了七个年头,退役之后的姚明身材八幅,胖成了女赵日月,但是他球员时代练就的出色手感却仍然没有退步。 近日,有球迷在网上上传了一段姚明和媒体圈好友徐济成、瑜伽、杨毅、王梦等人在训练管练球的视频。 视频中,姚明站在罚球线上搭设罚球技巧,根据视频中的描述,姚明连续不间断地罚中30个罚球,直到第31个,才在大火的起控和欢呼中罚球。 多年的运动员生涯让姚明的腿和脚伤痕累累,如今八幅后体重已经接近300斤,这种庞大的身躯让他很难再展现球员时期精彩华丽的伤害舞步了。 但是偶尔收养的姚明还是经常会通过花式罚球,来过一把瘾,此前在试预赛中国南兰对阵新西兰队的比赛之前,姚明曾在训练场上展示左手插斗,右手单手罚球的绝技,只见姚明单手连罚连终,让场边的主教练李南看得沉默不语。 对于当今的中国南兰来说,无论李南的红队还是杜丰的兰队,罚球都成了一下老大男问题,2017年亚洲杯队离巴门,中国队16次站上罚球线,只命中7次,命中率才到43.75%,对战菲律宾,全队罚球13中午,只有38%的命中率,2018年是预赛上两战,南兰32次罚球, 只中15个,命中率只有46.9%,2018年没合口四国赛上,南兰兰对三场比赛,每场都获得了至少30次罚球的机会,战场均确要罚13.3球,中率仅有58%,对于老一辈中国南兰来说犹如送奔一般的罚球,到了新一代南兰这里却成了弱象,实在是不应该,罚球没有别的诀窍, 就是靠夜以近日的苦练,为此,蓝队主帅杜丰曾痛病思透,制定了一项制度,那就是在罚球训练中,只要有一人罚球不尽,全组队员都要被罚者反逃,以此来提升队员们的基本功技巧,可见为了队员们能更争气,教练也是煞飞虎心,不知道 年轻的中国南兰小伙子们,在看到38岁的姚主席系首年来般的罚球以后,会不会感到汉颜和惭愧,希望他们能借交借账,从最基本的改善做起,中国篮球的未来,还寄托在他们的身上。